Hello,大家好,我是兔子 现在终于放假了 然后我觉得放假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充电的时候 那常常有小伙伴来私信问我说 我有没有报班 或者是我平时看什么样的视频来学习插画 那我平时看什么样的资料 类似这样的问题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平时看的一些网站 还有一些资料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个呢,是我常用的一个网站叫SkillShare 这里有来自全世界不同的插画师、设计师他们的课程 来教你如何画画、如何创作 如何来激发你创意灵感等等 每个人的创作方式都很不一样 用不同的材料 这些都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灵感 来帮助我打开不同的思维方式 比如我现在在看的是这位插画家 他很有意思的是用一些有趣的材料来创作 他会用这样长长的一个木棍 然后上面板的一个笔来画一个非常普通的香蕉 或者是去采集一些废弃的木棍来画上面的纹理 还会用一些土来用手指去勾勒出一幅画 这些呢都是他在创作前期做的一些激发灵感的方式 然后通过这些的练习从中提取颜色、材质、纹理 给他整理成一幅画 我觉得这些脑洞大开的创作过程都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灵感 但是这个网站呢现在只有英文版的 有一些字幕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他们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顺便学习一下 英文也是不错的 第二个呢是Behance 这个网站在设计圈的朋友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里面有很多世界上非常厉害的设计师、插画师 那这个网站呢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来刷一下 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更新一些特别厉害的作品 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灵感 第三个呢我用的是当地一个免费的电子APP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免费的杂志 像我常看的一些杂志是这个叫 Fraking还有Flow 很有意思的是像Vogue这样的时尚杂志 它有不同国家的版本 我都会去翻一翻看一看他们的排版 还有一些当地流行的元素之类的 我觉得在学习插画呢 你不单单要看插画的内容 你还需要去提高你的审美 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像服装、摄影、电影等等 都会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情 这些都可以从中获取灵感 那我们常常说想要获取灵感、获取创意 其实是很多碎片化的东西组合而成 我们在日常不停地积累总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不是说看完一个东西就能获取灵感 然后创作出一幅画 而是不断地积累的过程 最后总结融合成一幅作品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加期愉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